首先,你先去Play Store 在上面 在这里,你找一个 Tag Huaweiware Huaweiware download 然后你按Huaweiware 确少你按install install好后,它会这样子 一个open,一个uninstall 这样你就open它 这是我第一次开它 你这里是选国家 你就换国家 换马来西亚咯 因为我们住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M开头 马来西亚 然后之后,就Next 之后,就Agree Agree 这个就是输入你的资料咯 假如说你是 Let's say,这是我啦 我就打David咯 然后,几年出生 当然,你不是打你的啦 当然,你不是打我的啦 你是打你自己的 打你自己的生日 然后,这是你的恭敬 这是我之前打过了 所以就按Next 之后,它就会出一个表 是我们的这个表 是叫Huawei band Huawei band Owner band Owner band 然后,如果你要不要开 Bluetooth 你就enable Bluetooth 就会找 这个实际上没有Connect了 它就会找附近的 因为我家有两个 我老婆带一个 这一个是八十二 所以你就Connect 八十二 Connect八十二 他现在就在connect住咯 connect842 再connect住 connect住 啊 出了这个symbol就讲connect了 你就按勾 在手表上按勾 按一个勾 就按 你就按勾 之后就connect了 之后就会出这一个 这个就是说你的手表 你的手表已经 已经 跟他联络了 现在手表 就可以收到信息了 任何的 任何的 setting 你都在 手表里面弄 所以 因为这个app是新的 他需要你update 奇距新的 所以你就update update好红就可以了啦